美国时事通,我是罗文 今天是9月24号,星期五 今天下午西部时间一点钟的话 大峡谷的报告就要出炉了 所以在这之前 媒体对它的报道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所有的台,我看CNN,Newsweek 当然还有保守派的媒体 所有的媒体都加入了报道 CNN,还有Newsweek,还有所有的这些主流媒体 就放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消息 就是他们拿到了一个泄露出来的资料 这个资料呢,它是一个summary 它是一个总结 就是票子的一些出入的情况 一些数字什么什么的 所以他们拿到这个,他们特别的兴奋 然后他们就找了马县的理事会的监理 他叫杰克·赛勒斯 这个人大家都知道出现过很多次 他一直是经常出现在CNN 主流媒体去为这个马县说话的 然后他就说,他说我看到这个表 他这个表其实更是证实了拜登赢得了胜利 这个表就是被泄露出来的网络忍者的一个报告的一部分 但是这个看起来是一个很关键的一部分 所以现在主流媒体都在狂欢 说你看啊,审计报告还没出来 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泄露的报告了 这个报告也再一次的证明了 川普说的这些话都是大谎言 那即使是他们的这个审计报告泄露出来的 也正是拜登赢了 然后他们还具体分析赢了多少票什么的 具体这个表格呢 我会放到我的这个推特账号上 请大家留意去看 那大家也有自己的分析 那因为放到这个视频里 已经不是很方便了 那请大家原谅 我的字顶留言里每一期都有我的推特账号的这个信息 大家可以去关注 有一些不方便在视频里发的 我都发到了推特上 那总之就引起了一场混乱 所以我看到很多朋友甚至发了email给我 他们也广为宣传这个信息 对于这个泄露的表格 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马县的这个监事会的主席就说 这个泄露了没有证明任何事情 反而是证明拜登赢了 但是有的媒体就做了统计 就说这个泄露显示至少有五万五千张 可能的不合法的一个票子 所以你看这是大家的解读都完全的不一样 那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解读 我们很期待 今天就可以看到结果了 我也会给大家播报这个结果 《网关专家》就也发了一篇文章 就揭示这个问题 他就报道说 实际上温迪·罗杰斯这个参议员 他就打了电话给网络审者的这个盗格劳根 就说是他们的CEO 就说这个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出什么状况了 然后盗格劳根实际上承认了说这个泄露的表格 确实是他们炒稿的一部分 但是他说第一这是一个炒稿 第二这也只是炒稿的一部分 然后他就让罗杰斯放心 他说你放心吧 上帝在掌控一切 God is in control 他说让我们为明天的听证会祈祷 这个电话是在昨天晚上发生的 那也就意味着说 那实际上双方已经开始了激烈的信息战了 他其实没有否认这个确实是从这个团队泄露出来的 但是同时他说这只是一个草稿 也只是一部分 他也并没有说出他们到底明天就是今天下午一点钟的话 会放出什么样的消息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双方的较量是非常深入的 还深入敌后 就是感觉双方都有尖细在对方的team里头 那我相信这个审计的这个团队 因为他是招的义工 那总归有人会冒充啊 或者有人会进来 你审查人的背景啊 状况资料 你不可能核实到像FBI 或者是非常严格的地步 所以如果有卧底或者有间隙 我觉得也不是一个很奇怪的事啊 那总之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 就是主流媒体已经急不可耐的要知道这个信息了 然后呢 那同时那当然在直到目前为止的话 主流媒体出了这条重大的爆炸性的新闻以外 他们就一直还在描述说这个地面活动是怎么样的一个不实的行为 他有怎么样的缺陷怎么样怎么样 我看到很多的媒体都是这么报道 同时呢 川普总统呢 也发了几个声明去发起了他的大反攻 我认为川普总统实际上是发起了他的大反攻 他最近点名了好几个共和党人 像Mike Lee 像Lindsay Graham 还有他也直接喊话了德州的这个阿伯特州长 那之前德州的阿伯特州长 其实我看到一些保守派的评论员 非常资深 非常的有公信力的保守派的评论员 做了一些节目 那请了一些阿伯特州长的这个竞争对手 就是2022年也要竞选德州州长的人来上节目 那就说阿伯特实际上也是没有什么作为的 他作为州长的话 那如果他想真的想有所作为的话 他可以马上关闭边境 或者指导他的这个边境的这些执法人员 实际上因为这些边境的执法人员 很多都是在他自己的手上的 就是是他管的而不是联邦政府管的 那大家都知道一个长词 就是美国的这个警察 就当地的这个治安和警察 都是属于州长的职权范围 而不是总统的职权范围 就说如果你要保卫自己的边境的话 你完全可以指派这些执法部门去捉拿他们 或者做一些实际的作为 甚至去建墙所有这些行为 所以这个候选人就表示说 他说我没有看到他有这样的作为 他只是任由这样的状况发展下去 然后他就上Fox News出风头 然后就说他多么的厉害 都只是说说而已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候选人对他的一个看法 那当然我觉得这个候选人之间互相有攻击 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事情 但是呢我觉得他大概说出了部分的事情 我在很早我记得两三个月之前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很多人就骂我 就说哎你看 一直说这个德州的州长做了很多事很多事 我觉得这个我当时只是很诚实的描述了候选人的一个说法 那也并不代表我个人的意见 我个人的意见 我认为这个阿博特确实是做了很多的事 但是同时我觉得他也有他不作为的地方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 那昨天的话那川普总统呢 也对阿博特发了一个声明 就是说你应该着手去这个 你应该着手去推进德州的这个地面活动 对去年那件事审核的事 他说而且现在德州通过的这个选举法案 只是一个皮毛 并没有真正的触及到去年发生的这些很多事的一个基础 并没有触及到它的根本 所以他说那你必须要做这个事 那这个声明其实发的特别的强硬 那当然川普总统一说的话 实际上对阿博特的影响是很大的 因为阿博特他在竞选连任 那他也有共和党的竞争对手 除此以外呢 他自己还基于在将来可能他想竞选总统 这是很多媒体的一个看法 所以他非常的注重自己的形象 他也希望得到川普的这个基本盘 所以这是为什么川普对他的声明会构成 非常大的压力的一个缘故 所以在川普发了声明数小时内 那德州州务卿的这个办公室马上就发了一个声明 说我们在达拉斯 哈里斯 Tarrant和Colin四个县都已经 其实已经着手开始进行这样的工作了 而且这四个县的话 两个是民主党最大的县 两个是共和党最大的县 那基本上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也是如果要调查的话 应该是调查的这个最重要的县 他说那我们现在已经开展开展这样的工作了 我一直说我们没有不作为哈 所以你看他说他们已经开始这样的进程了 已经在这个process中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到川普总统发这个声明的一个威力哈 这个声明对他是非常有威力的 当然川普总统实际上也对乔州的州务卿发了声明 但是这个就石成大海了 那个也是共和党人对吧 但是你可以看得到他们之间的区别 就是假设这些人真的想赢得下边的选举 还有为他的政治前途着想的话 他就应该像Albert一样 不管是主动还是被迫还是真的还是假的 他都必须要去做这些他该做的事 那反观这个乔州的州务卿 他收到了川普总统的声明 他还是保持沉默 或者是你可以说他是在富与顽抗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觉得他其实也不再考虑他的这个政治前途了 因为实际上他的危险在于说 如果他河盘脱出的话 或者他真的去配合调查或者怎么样的话 他可能会涉及更严重的这个刑事犯罪或者怎么样 所以川普总统在发另外一个大峡谷的声明的时候 他也说了 大峡谷会有巨大的发现 然后他有不容抵赖的假造 而且是一个严重的犯罪事件 所以他总结的非常的好 那你想想按纳瓦罗的话来说 大峡谷是非常干净的一个州 在所有这些目前调查的摇摆州中 如果这样的话 那像纳瓦罗说的这个桥州 宾州都是污水池的话 那桥州他怎么可能不负与顽抗呢 因为他很可能已经默许或者参与其中 或者是有这个他知道没有作为的 不管哪一种情况他都最后逃脱不了他的责任了 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一直保持 尖默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除此以外呢 有主流媒体还在利用 Woodward的新书的危险的造势 来进一步的攻击共和党人 他整个的书实际上不仅仅是对川普的攻击 而且是对整个共和党人的攻击 那他们有说了Lindsay Graham Lindsay Graham现在是两头不讨好了 因为他来回的摇摆 Bob Woodward就说Lindsay Graham就可以写一本书了 按他的这个程度 然后那当然他也高度的保扬了这个米利将军 他就说米利将军所做的这些事都是让他们窒息的一些行为 高度的爱国的行为 他说Took the breath away 就是非常让人瞩目的 非常让人瞩目的 非常让人佩服的一个行为 然后他也揭示了这个Mitch Markano 那他就说Mitch Markano就说 川普是一个这个Fading Brand 是一个正在退色的 正在这个消失的品牌 这样的话 其实他除了攻击共和党人 实际上他也在挑起共和党之间的这个内斗 他让你们最后互相的内斗 然后失去明年的这个中期选举 我觉得这就是他的目的所在 那同时他们也借这个新书来大大的造势 用川普的故事来去打压即将出炉的这个下午的这个大新闻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这个一键塑雕 那同时呢 那即使是写了水门事件的这个Bob Woodward 他在MSNBC上接受采访 他自己也说的很明白 他说那实际上 如果共和党人在三个州 比方说亚利桑那州 乔治亚州 或者威斯康星州 发现了总共有四万五千张票子的话 他们就可以完全翻转这个结果 然后把拜登拉下来 所以他说的其实也已经很明白了 就是他作为一个如此左派的一个人 他是华盛顿邮报的这个副总编辑 他从这个尼克松时代 那七十年代开始就揭露共和党的这个罪行 或者揭露共和党的丑行的话 那有差不多五十年的这个资历了 所以以这样的资历 他就是完全有政治的敏感性 他认识到即使是主流媒体如何的掩饰的话 他自己很明白的看到了这一点 他说只要这三个州发现了四万五千张票子的话 我们今天就可以改写美国的这个历史 所以他也直言不讳的在MSNBC上 昨天我记得说了这个话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就道明了 为什么民主党人这么害怕的一个原因 而且民主党人也借Woodward之口 说出了他们想说的话 Woodward就接受采访 他说那我写这本书叫危险 实际上我认为我之所以要反对川普 是因为我觉得如果他作为总统的话 他就是我们国家安全的一个危机 他说即使这个2024要竞选的话 他有什么agenda 他没有什么agenda 他的agenda就是Donald Trump 所以他说的很明白 他说那他没有任何的agenda 所以这就是一个完全的诋毁 那川普总统的所有的美国优先政策 是有非常好的agenda 而且实施的非常好的 这就是为什么他今天的民调 要比拜登要高的原因 就是民调是不会说谎的 数字不会说谎 那民主党人不是一再说 我们要相信科学 要相信数字 要相信fact 那今天的fact摆在我们面前就是 无论你怎么评价去年的这个选举 一个不可抹杀的事实 就是现在的民调显示 美国人民到底和谁站在一起 OK 这是今天的播报 我希望您喜欢 如果您喜欢的话 请订阅点赞留言转发 感谢您的收看 加油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